放上葱姜,料酒,少许老抽,半包咬鸡粉,一勺花生 做上这样一道咸蛋黄菊螃蟹,先上一层薄薄的生粉 然后下锅煎,全程中小火慢煎,煎至金黄酥脆,盛出备用 煎好的螃蟹,翻炒均匀,这样能更好的让南瓜裹上淀粉 两勺,小火炒至冒泡 倒入蒸好的糯米饭,加入左手翻拌均匀 再放点胡瓜,烫两分钟去除苦涩味 碗中放姜蒜末,小米辣,葱后淋在生蚝上就可以了 鸡爪冷水下锅,放姜葱料酒,褶出血沫,捞出洗净被 半只鸡加入盐菊粉和花生油,涂抹均匀腌制半生 葱油鸡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鸣葱头浇热油,两勺生抽少许芝麻油 淋在鸡肉上就可以开吃了 酒店工作30年的大厨告诉我酱油鸡这样做 大火收之即可,这样做出来的酱油 10块2斤的生蚝放一勺面粉